一审的時候 阿扁是加起來64年 刑期加起來64年 64年 然後有一個無期徒刑 無俗正恩是82年加一個無期徒刑 所以減刑減的可多了 因為是無期徒刑 所以64年沒寫出來 對 所以當時一审就採用無期徒刑 最高刑 那這次登正求這個 還不只減半耶 二审不是減半 是減到剩下三分之一 那它關鍵在哪裡 如果它維持無期就是無期就沒有動 當它做選擇的時候 因為阿扁所有的 所有的東西它不能判死刑 所以它最後只能在無期 跟有期徒刑之間做個選擇 登正求這個聖誕榮老公 做最大的一個貢獻 就是把無期拿掉 因為拿掉了無期 他不選擇判無期徒刑 所以他只能選擇判二十年 不能夠再超過二十年了 有期徒刑就不能超過二十年了 因為阿扁的執行刑和病執行刑最高 就是二十年 不管你是64 八十幾 反正扁真這兩個就是二十年 他現在判出來到底是判多少 就是判二十而已 因為他不採用無期徒刑 判二十 他在量刑上面 因為他量刑上 他不選擇維持無期徒刑 那為什麼不選擇無期徒刑 就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我們注意看阿扁 扁真這兩個人 在一審跟二審的態度有一個不一樣 一審的時候 我們看到很多抗爭 很多動作 到二審的時候 這些動作都沒有了 他就很配合登正求法庭的程序 然後他兒子這邊 在四月聽到說 錢回來就怎麼樣 就開始會起來 就趕快會了 登正求叫昏庸 眼睛是大小眼 昏庸就是 他把阿扁 最重要的這個無期徒刑 把他解掉了 未來不管是跟幾審 下一庭的法官 要再重新判無期 可以判無期嗎 理論上可以 可是實力上不多見 對阿扁想 就只會越判越輕 不會有越判越重 多數是這樣 所以對阿扁想 機會越來越好 那為什麼說大小眼 同樣都是國務計要費 像林德遜 他有誤到一毛錢嗎 他判的刑 跟阿扁差多少 一個才十二年半 一個二十年 那馬永成也是一樣 最好笑的是 你看那個官越大的 越有背景的 判越輕 這是減的最多 然後那個越沒有背景的 像林德遜 就十二年了 十二年半 然後馬永成十一年 馬永成的詮釋 但是我們都知道 在當年扁政務時代 他的詮釋跟林德遜任內一樣嗎 所以今天這個庭 這樣子的量型標準 我們的價值 這個價值的是非要怎麼去維持 這個法官真奇怪 昏庸 我覺得不奇怪 這叫昏庸 是昏庸嗎 這是昏庸